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老乡们还摸索出了一种 集种植和养殖于一体的农业生产模式 稻田里头都能养啥呀 咱们到各地看一看老乡们都有啥奇种 在贵州渔庆县 这段时间正是投放稻花鱼鱼苗的黄金时期 鱼儿在稻田中吃杂草的种子和害虫 鱼的排泄物能够增加水田的肥力 花费使用量减少了 水稻产量却提高了 我们养殖长得非常的好 这个油位置非常好 两个月就长得十斤多左右 也很好吃 广西柳州产螺丝粉 老乡们就在稻田里养石螺 稻螺供养的水田不能用机械插秧 因为会损伤石螺 而且会压实土壤 影响石螺和水稻的生长 所以老乡们只能用人工种植和收割的办法 插完秧后 老乡们就要把石螺苗抛洒到稻田里 一亩地大概投放200斤左右的螺种 内蒙古乌省齐的老乡们 在水稻田里养寇蟹 陕西城库县的老乡们 在水稻田里养甲鱼等水产品 让农药使用量能减少30%到50% 福建龙岩的老乡们 在山坡上的稻田里养虎蛙 看着水稻真是百搭 综合效益也真不错 在水稻田里养虎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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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养虎蛇